拐带孩童案件最近频频传出 吉兰丹一所国小昨天发信函提醒学生家长 务必要谨慎的亲自接送孩童上下课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表明将会调查消息是否属实 警方也正在积极的巡逻打击拐带孩童罪案 吉兰丹一所国小昨天发信函通知家长提高警惕 预防孩童绑架案 根据这一封由校方署名的信函写道 由于最近不断传出有学生被掳 校方促请学生家长和监护人 按照原定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 并时刻和校方合作处理任何事情 单州教育局向首要媒体证实了信函的真伪 并表明会采取必要措施 除了信函通知 其他学校也在WhatsApp群组中发出相同警告 另一所位于哥达巴鲁的国小 也要求家长在星期天到星期三下午四点 和星期四下午两点来接孩子放学 并嘱咐孩子们远离陌生人 针对校方的举措案 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副部长 Nadu Cd在拉表明 妇女部将会调查消息真伪 他也提醒父母 务必时刻照顾孩子在学校的安全 Cd在拉在哥达巴鲁出席活动后提到 警方目前正在积极打击 类似威胁到孩童安全和社会安宁的犯罪活动 他呼吁任何需要协助的父母或学校 可以随时咨询妇女部的辅导官员和儿童心理学家 不信任何需要协助的父母或许女部的辅导 不信任何需要协助的父母或许女部的辅导